第七十一章,白子鸣和方横,镇摩斯,一方,大约三十多间阁楼,依次排列,来往校尉皆是身负伤势,一间宿竞竹屋挤在里面,便显得颇位刺眼,偶尔有跨进去的身影,皆是披着黑色大肠,那是偏降的象征,壮瘦的青年是个例外,甚至连制衣都抹穿,紧着朴素短挂,他垂着右臂,用左手推开小门, 朝着里面白衣圣雪,端坐于矮桌后方的那人,恭敬喊道,白师兄,能不能别天天苦着一张脸过来寻我,被换作白师兄的青年面如关玉,两缕并发垂落,一双干干净净的手掌快速轻点着一叠芬芳药材,他没有抬眸,但弹道,把胳膊放上来,方横老实地盘膝坐下,抬着右臂放在矮桌上,白师兄取出鸡眉牛毛细针, 看也不看便刺了上去,随即继续整理七宝药,忍住,过了今日就差不多了,方横埋着脑袋,眸光无神,宽厚的脊背,宛如一头熊皮,修补脉络的剧痛,能让身经百战的校尾咬碎牙,却无法令其动容,无需担忧,白师兄将药材推回柜子里,终于抬头道, 对方下手不重,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多谢师兄,方横回过神来,心思明显不在胳膊上,却也没有过多解释,这时,两人提着瓦罐轻声细语走进竹屋,对着白衣师兄恭敬点头,白子明,总兵三弟子,在镇摩斯任偏将之职, 三十多年前便是玉叶镜圆满修位,除此之外,他还是镇摩斯最好的医师,去吧,白子明温和点了点下盒,示意两人进内屋,杀那间,他突然发现面前的尸弟眼角抽搐了一下,随即精壮身躯,豁然站起,转身攥住其中一人的手腕,嗓音韵着寒意,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被那双杀伐锐利的眼眸注视着, 就好似被肾魔凶悍猛兽盯上,刘修杰和李小二星脏充血,手中瓦罐光当作响,话音间颇有股喘不过气来的味道,方,方大人,未等他俩说完,方横不顾右臂,还赐着细针,抽身向内乌踏去,白师兄的医馆,向来知接待偏将或一方别处治不了的重伤,这群人里能有此待遇的,也就知胜身未准偏将的李星汉了,果不其然, 刚刚先开帘子,方横便是看见了床上被包成粽子的李星汉,他眼瞳微缩,牙关紧咬,连续大步踏去,猛地将对方拽起,立声道,人呐,李星汉好不容易恢复些血色的脸庞,重新变得惨白,眼中略过疑惑,但只是冷冷几处几个字来,你有病?我问你,方横声音低沉犹如千钧,手掌骤然发力, 脸色阴郁,人呐?忽然,一道银针射来,准确无误地刺入他的大壳,在瞬间袭来的酸软感下,方横被迫松开李星汉,脚步踉跌跌撞撞靠在墙上,随即无奈看向外面的青年,白师兄收起针盒,先是挥手示意震怒地刘修杰两人出去,随即轻飘飘瞥了他一眼,过来慢慢说,你在找谁?方横走近坐下, 闷声道,沈怡,我怕他出事,谁是沈怡?白子明收回目光,这满汗叹口气,丛林师姐开始说起,一直到沈怡离开总兵府,事无巨细,缓缓道来,所以,你的胳膊就折在他手上,白子明颇觉有趣地笑了笑,太过大意,方横闭上眼,不愿再提起这个话题, 反正你也瞧不上他,走便走了,你寻他作甚,白子明并不是很在意,青州太大,天才数不胜数,各种奇遇层出不穷,便是天生神童者,一日即可掌握官卖法,也不算出奇,师姐举荐的弟子,留不留是师父说了算,我看不上是我的事,但绝不可于举,方横努力控制着右臂, 你那日末留住他,师父也不会留他,白子明淡淡一笑,若有所思地朝内乌看去,镇摩斯,并非镇妖丝,妖者,摩也,然而武夫,亦可称摩,只是一个名头罢了,哪里需要变安在哪里,镇摩斯以屠刀开刀,在以重宝利诱,汇聚青州子弟于内,这里有最好的武学和宝丹,驱使他们去斩妖除魔, 消耗两者,直到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至于那些不愿将弟子送来的门派世家,松鹤门便是最好的例子,江湖武夫猖獗起来,干的事情可不比妖魔差多少,总兵的五个弟子,没有一个是世家门派出身,其中,家是最好的,顶多是个卖丝绸的商人,十二郡的镇摩将军同样如此,身后没有依靠,只能倚仗朝廷,敢于搏命杀妖镇摩, 这是师父收图最重要的标准,天资还在其次,毕竟只要舍得砸资源,除非真是数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亦或实在是猪脑子,怎么都不开窍,学个普通武功都得数十年那种,其他的都差不多,无论如何,这个决定不能由我来做,况且,灵师姐要留她,也不全是为了举荐之事,百云线出了问题,她不可乱跑,方横站起身 拔掉胳膊上的细针,拱手道,我是个操人,还望师兄教我,白子民抬眸,说人话,做人事,方横冷了冷,能不能再详细些,白子民无奈叹气,登门送礼,低声道歉,自己小心点,别再回来霍霍我的保药了,你又不是偏将,要钱挺贵的,都得从我这扣, 我记住了,多谢师兄教唤,方横若有所悟,转身朝逐屋外走去,看着蹲在外面发呆的两人,犹豫了一下,敢问,敢问,刘修杰呢呢站起,沈怡在何处,方横簇眉,不是很习惯,在,刘修杰下一时止去,随即被李小二猛地扯住手臂,骂的,还挺客气,差点忘了,这是个五疯子,挡出交手, 差点没把李头儿打死,方横淡淡看了两人一眼,随即朝外面走去,一个时辰后,精壮身影,缓缓踏进别院,站在了唯一紧闭的房门前,他想了想,伸手敲门,咚咚咚,开门的是个比他还高出一头的大度壮汉,张图护睡眼惺忪地揉揉了眼睛,看着面前左手拎着橘子,右手提着干肉的青年,有些错,请问您是哪位,这是, 走亲戚,青年面无表情,方横 第七十二章,栗战方横 这个名字从对方口中说出的瞬间,张图护冷了冷,脑子还有些猛,等到逐渐清醒过来后,他布满大胡子的脸上迅速被惊惧笼罩,和林白薇相似,在江湖上,这同样是只存在于传闻中的名字,一双肉掌可震山河,死在对方的脚下的妖魔, 足够垒成一座肉山,被青州总兵看中,收尾关门弟子,习得不是绝学,所以,这样的人物登门拜访,居然也知灵几个橘子,张图护虽然自信,但也不会觉得对方会是来找自己的,尴尬道,回禀岔眼,小人之事借助在此,主人家出去了,他去哪儿了?方横强压着造诣,他…… 张图护扎扎嘴,伸手指向院门, 诺……带饭回来了,方横转身看去,只见墨山,俊秀青年腰间跨着默认,拎着两个石盒,缓步踏入院中,不仅浑身毫无伤势,眸光清澈深邃,袖口云纹也赫然变成了两道, 沈大人,有人找……张图护忽然高呼一声,甭管是来走亲戚的,还是来找麻烦的,至少得先让对方有个反应的时间。不过,应该不是找麻烦吧?若真是如此,今天自己恐怕得躺在这儿了。 沈宜略微移症,他倒是早就感应到了方横的存在,主要没想到对方是踢着东西过来的,不急不缓地走入屋内。 有事,沈宜觉得上次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两人间既无关系,也谈不上什么仇怨。 张图护暗自担忧,在百云线时,沈宜就是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怎么来了青州以后,竟还是这副不冷不热的神情。 若是能有机会跟方横攀上关系,这青丰山焦磨的事情,不就妥了?凭对方的本事,随便一道调令就能让其转为为安。 呼! 呼!方横平缓呼吸,将带来的东西塞到张图护手中。 他双眸微眯,努力组织注措词,随即拱手道。 我打听过了,你是李星汉从百云线带过来的。 嗯…… 沈宜没太听明白。 你对青州不甚了解。 有他在耳边蛊惑。 非你之过。 是我冒昧了。 话音间。 方横略微屈身。 今日前来,一则是未解开误会。 辽表歉意。 见状。 徒户忍不住张开大嘴。 连呼吸都致宁了片刻。 道! 道歉。 沈一侧眸看去。 注意到对方逐渐蹦紧发颤的身躯。 不禁稍稍叹息。 果然! 方横重新站直。 双掌分开。 五指钻紧。 徐徐吐出一口浊气。 白师兄交代的事情的,应该都做完了。 他眸中掀起灼热。 二则是弥补过错。 带你回去。 若你仍旧不肯。 那我就只能强行出手。 等回去以后。 再重新聊表歉意。 话音间。 汹涌的气息迅速弥漫。 连空气都燥热起来。 草! 张图护闭上嘴。 面色怪异。 好吗? 还是来寻麻烦的。 他浑身僵硬。 却还是努力将手掌朝腰后探去。 顺便用余光描向旁边。 颇感无语。 自从认识沈怡。 对方身上的麻烦就莫停过。 而且,一次比一次大。 之前,自己还能在旁边打个帮手。 这一次, 恐怕拼了性命, 也难以阻拦敌方分毫。 终于, 耳畔想起了那道熟悉的嗓音。 不仅没有想象中的慌乱。 反而带着几分随意。 不必了。 下次想打架, 可以直说。 沈一清清将石盒放在桌上。 捶手立。 毫不设防的模样。 让方横眼中多了几分异样。 随即自嘲一笑。 鸣声这重东西。 还真是丢一次。 就很难捡回来了。 话音未落。 他以化作残影, 消失在原地。 这一次, 他不会再有任何留守。 是必要将丢掉的东西, 亲手拿回来。 属于玉叶静中期的浑厚气息, 席卷屋内。 压迫的人喘不过气来。 我以为我上次的大意。 会给你上一刻。 方横出现在沈一身后。 双眸平静如骨颈。 球节的肌肉线条韵含着无比恐怖的力道。 结脉。 擒龙。 放心。 白师兄的手艺很好。 就是有点痛。 正好常常记性。 在他眼中。 沈一身上密密麻麻的脉络瞬间涌现。 全力出手。 方横双掌斜无边之势。 轰然拍打而出。 沈一稍稍回身。 如出一折的动作。 却远比方横的更加浑然天成。 速度算不上迅猛。 知识恰巧比对方快上一丝。 眨眼间。 指尖便提前落在了方横的两条胳膊上。 随即化掌卫拳。 一记毫无花哨的排云长拳印在了他的心口。 碰。 沉闷声响中。 方横倒飞出去。 在地上连滚几圈。 左右两手无力地垂在身侧。 略微颤抖。 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没有留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 方横安静躺在地上。 咽下口中心田。 双目无神地盯着天空。 陷入沉思。 无奈。 沈一整理住领口。 随即坐在桌边。 打开石盒。 取出两双筷子。 将其中一双地给张图护。 吃饭。 大胡子看看外面。 又看看沈一。 最后,目光落到他手中的筷子上。 五官渐渐扭曲起来。 用力纠扯着胡子。 他瞪大眼睛。 在脑海中努力思索。 想要给眼前这目一个合理的原因。 要磨方横不是方横。 要磨沈一不是沈一。 给我拿个橘子。 哦。 张图护被打断了思路。 沉默将东西地过去。 忽然想起了陈继曾说过的那句话。 他这样的人,会什么都不出奇。 沈一拨着橘子,用余光瞥了眼院里的方横。 既然对方说有人能治,这次出手就稍微重了些。 至少两个月是别想动弹了。 这种五疯子,不给他打服气。 以后还不知道有多麻烦。 被欲露蕴养全身后,不仅是气息底蕴的增加,而是全方面的提升。 再加上胶膜之力的加持。 在现在的沈一眼里,方横速度慢,力气小,就连招式都是最为熟悉的。 对上自己,已经很难再有什么胜份。 来这摩斯是为了杀妖的。 老想把自己关在那院子里干嘛。 真被焦魔寻丑而来。 到时候哭都不知道该怎么哭。 片刻后,方横面无表情地正扎起身。 脆掉口中血墨。 垂着两手走进屋内。 静止在桌旁坐下。 我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 张图护身有童感地看去。 拿起一个鸡腿。 你手怎么了? 吃吗? 方横张开嘴。 咬了口对方递来的鸡腿。 用力咀嚼。 沈一夹了一筷子青菜。 伴着米粒。 一边细嚼慢咽,一边看去。 还不去智商。 今天不能去。 方横想起临走时白师兄的叮嘱。 起身朝旁边屋子走去。 我睡一晚。 明日走。 背影有些落寞。 走至门口。 她忽然略微回头。 面色长红。 你会不会觉得我先前说的话很可笑? 沈一放下筷子。 不会。 你们是天才。 天才都有些傲气。 正常。 难道你不是天才? 为何你没有傲气? 方横脸上略过疑惑。 我当然不是。 沈一伸了个懒腰。 世上哪有扶妖刀法要学三十年的天才? 文言。 方横沉默许久。 神情间逐渐多了一抹恭敬。 原来在真正天资纵横之辈眼里。 自己这群人不过世才傲武。 一笑大方之徒罢了。 不懂谦逊。 何其可笑。 若非早生了十几年。 又已有师门。 方某愿遵你为师。 留下这句话。 他垂手去了隔壁。 只留下略有些摸不住头脑的沈一。 闽纯沉阴片刻才反应过来。 对方好像误解了自己的意思。 第73章。 再去林将军。 翠体之法有何分别? 院落中。 沈一习惯性地散布消失。 那可多了去了。 像金当门的乙气翠体。 还有基石翠体。 精血翠体。 张图护对于此道了解颇深。 信手拈来。 但通常情况下。 到了预业境就很少再有类四五学。 所以大多都是出境五学。 为石膜。 沈一不太理解。 她用起来感觉还挺不错的。 既修内息。 也修肉身。 岂不是碾压同镜。 因为受命。 张图护耸耸肩。 未如预业以前。 都不过百岁左右。 但突破预业便能延寿百年。 圆满之后又是百年。 翠体之法或许能让你拥有堪比玉业的实力。 但没有天地气息蕴阳五脏六腑。 她不嫁寿缘啊。 两者皆修的话。 这种耗时耗力的水魔功夫。 就略显积累。 不如多学基门轻功全掌来得实在。 被异于点醒。 沈一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或许是先前推演武学的经历。 对她而言。 金阳八宝玄身所需的妖魔寿缘。 要远远少于其他玉业进武学。 实际上自己练到圆满需要四十多年。 其他人无论天资如何。 不借助要力。 同样需要这磨长的时间。 但别的武学就不同了。 只是自己比较慢而已。 别人都挺快的。 就在两人于树旁闲聊之际。 一道身影匆忙走入别院。 李木槿来到树下石桌前坐定。 取出一封文册。 也不顾有个陌生壮汉在场。 静止看向了沈一。 你有麻烦了? 她神情凝重。 全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你可知最近青丰山的事情。 原本看见个娇俏妮媚的美人走近。 张图护悬几眉弄眼地用手肘顶了沈一一下。 听闻此言。 她忽然面色微变。 李木槿紧紧盯着沈一白敬的脸庞。 发现对方并未露出异样情绪。 她轻叹一口气。 看来是知道了。 我收到消息。 林将军将军下令再抽调五百万营。 除了养伤的新汉和马涛。 你我鸡人皆在名册之上。 我家与青丰山向来交好。 颇有渊源。 我爹是不会让我们去的。 何况青州已经多年没有发生过为绞宁丹静。 强者的事情。 凶险极大。 谁也不敢保证会发生何等变故。 李木槿缓缓将手中文册翻开。 眸光闪烁。 家里寝人开具了一封调令。 就当去散散心。 名册上。 李木槿。 刘修杰。 李小儿的名字皆已再列。 只剩最后一出空白。 你是聪明人。 又对我们有救命之恩。 我不想再拐弯磨脚。 此事不是我能做主的。 跟我走。 李木槿三言两语间。 将世家的实力展露得淋漓尽致。 即便是镇摩将军亲自调人。 他们也有法子提前抽身。 对于其他校围而言。 乃是生死大事。 只能听天由命。 但李家子弟甚至还有闲心顾及和清风山之间的关系。 张图户越听越迷糊。 神情也从今喜足渐变地茫然起来。 他盯着那封文册。 心里有些疑惑。 分明是一张调令。 怎么听起来,这魔像卖生气。 沈一垂谋。 朝桌上看去。 倒是没有过于诧异。 他先前就隐隐有过预料。 只是没想到来的这魔快。 李木槿看似平静。 心底却是泛起波澜。 何声道。 消息太急。 最多还有半个时辰。 偏将就会吃手艺过来。 好不容易有这种机会。 他不打算给对方太多考虑的时间。 镇摩斯终于亮出獠牙。 将对方逼到无可选择的地步。 李星汉手底。 终究要再添一位得力下属。 甚至沈一连心生责怪的理由都没有。 这是李家请人开具的文书。 他们不过是一群小辈。 只能服从家里。 镇摩斯其他上司也不是蠢人。 在这动荡之期。 忽然被调走。 沈一的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 就在这时。 他在青年眼中看到了一丝感慨。 沈一伸手朝文策探去。 李木槿唇角多出笑意。 很快又凝固在脸上。 只见沈一将其和尚。 随意推了回来。 但淡导。 不合适。 文言。 李木槿心口弧度,疏然起伏起来。 他背齿惊咬。 死死攥住了对方的手腕。 抬眸间。 神情竟是罕见的,有些失态。 你会不会过于自傲了? 会死人的。 与自己想象中的巨大落差也好。 脑海中偶尔浮现的那柄黑刀也罢。 无论如何。 为了堵一口气。 将性命至之不顾。 都是极蠢的行为。 这又不是为了百姓斩妖除魔。 这是对门派弟子的屠戮。 沈一抽走手掌。 郑狱说话。 却听一道细微的开门声。 方横缓步而出。 嗓音淡漠。 一指吊令而已。 还非得用你李家偷偷摸摸找来的。 李木槿的目光在其身上扫过。 双眸不禁微眯。 他完全没想到。 院里竟然还住着一人。 换做别人说这话。 李木槿压根不会放在心上。 能从镇摩将军手上把人调走的势力。 整个青州都找不出来几个。 但眼前的人是方横。 镇守十二郡的大将中。 他的师兄师姐便占去两个位置。 原来如此。 倒是我自找没去了。 李木槿收起文书。 重新看向沈一。 月有些想不明白。 前几日还针锋相对的两人。 是怎么又混到一起去的。 原来不是什么独善其身。 是对方悄然抱上了镇摩斯里最粗的那根大腿。 相较之下。 李家倒是确实不太够看。 李木槿缓缓起身。 冷淡收回目光。 既然用不上我。 告辞。 方横走至沈一身旁。 眼中映着惊喜。 对方的随意举动。 似乎黎拜在师父门下又惊了一些。 无论师兄师姐。 还是自己。 都没有临阵抽身的先例。 但方横愿意破一次力。 去找白师兄帮忙。 毕竟对方已经证实了胆气。 也没必要再去冒险。 说实在的。 沈一入镇摩斯才聊聊几天。 连俸禄都莫拿过。 又不是像自己这样被自幼培养出来的。 实在莫道里去搏命厮杀。 击人利于树下。 神情各不相同。 门外却是传来了阵阵急促脚步。 身披大厂的偏将率领四十余位校尉。 神情森然地站在门口。 嗓音中带着不容抗拒的霸道。 奉令调人。 震摩外吟笑预沈一。 随本将。 话音戛然而止。 偏将皱着眉头。 视线在李木槿和方恒身上来回扫过。 忽然有些口干舌燥。 本以为过来提个小小的笑味。 怎么能碰见这魔多熟人。 李木槿沉默不语。 方恒深吸一口气。 颇畏生涩地张开嘴。 即少与人交往的他。 还是头一次出面说情。 可惜莫等他话音出口。 沈一略微侧身。 用腰间刀鞘将方恒给拍了回去。 他平静走向院门。 站在了众多笑味之间。 卑职领命。 其实不像方恒和李木槿想的那魔多弯弯绕绕。 沈一的想法。 简单倒不能再简单。 如不能亲眼看见恶骄死去。 一想到有条宁丹妖魔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他就有些寝食难安。 见状。 偏将莫名松了口气。 却不知沈一的举动。 已经让院内三人陷入呆滞。 张图护和方恒对视一眼。 李木槿正正看着人群中的沈一。 呼吸忽然有些急促起来。 或许是从小的环境。 让他觉得每个人都得依靠点什么。 否则便心里不踏实。 即便来回推诿。 也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 然而此刻。 涌动的黑山。 追入山林的身影。 浑身染血。 随意从梦贤头颅抽出乌光宝刃的神情。 逐渐尽数涌上眼前。 原来从头到尾。 无论李家还是总兵。 压根就不在对方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用力咬唇。 看着众多校尉走远。 眼眸中多出一丝微不可查的失落。 第七十四章。 关键屏上的身影。 林将军。 清风山。 关键侠。 数十匹剑撞腰马。 日夜不休。 四堤翻腾。 踏起烟尘阵阵。 随着一声长玉。 身披黑色大肠的偏将翻身下马。 看向前方整整齐齐的一排帐篷。 正直出尘十分。 篝火沾了雨露。 黑炭发出噼啪声。 生起屡屡白烟。 大约十来聚精雕效尉的尸首被收剪至一起。 身上皆是不满剑伤。 皮开肉绽。 身可见骨。 红磊牵住妖马。 眼皮微跳。 如果说外营校尉更像是江湖游侠。 擅长鸡人联手查案办事。 那内营校尉就是军武。 百诗人结成阵魔大阵。 横推腰枯视如破竹。 一旦出现损伤。 代表事态的严重程度激进失控。 或许是听到马蹄声。 同样披着大肠。 但肩上绣着金雕的青年从帐篷中走出。 他看上去比红磊年轻至少十岁。 右臂上缠着蹦带。 脸色苍白。 气息虚浮。 他略带布满的醋眉。 怎么才来? 我还想问问你照片匠。 红磊话音中运住冷意。 另一只手扶在了刀鞘上。 给你四十人马。 仅是让你守个关键匣。 不让清风门徒擅自离山。 你就守成这样。 说话间。 他把目光投向了那十余势手。 关键匣乃是一道高雅。 地势险俱。 一守难攻。 清风门徒想要下来。 一举一动皆躲不过镇摩斯的耳目。 但凡有所异动。 都有足够的时间禀报上面。 请求支援。 我可没有坐在这里发呆的习惯。 赵康林轻蔑挑眉。 冷笑道。 若非那怒剑老儿突然出现。 我早带人杀穿过去了。 到了陈将军面前。 当即我一立大功。 闻言。 红磊墙忍着一巴掌扇过去的冲动。 抬眸朝那高雅上看去。 支剑在悬崖边上。 一道灰山身影盘膝而坐。 西树银丝用木簪挽个发迹。 双眸威和。 面容枯搞。 双掌分摊于膝。 平放着一柄平平无奇的铁剑。 清风门怒剑长老。 多年前便已是玉叶圆满的剑客。 在青州也是颇有名望。 若非年老体衰。 瘦数已过三百。 担心失败。 不愿浪费宝贵的剑持宁丹机会。 其实是有概率能成就宁丹之境的。 我虽负伤。 他也吃了暗亏。 每个十天半月的缓不过来。 赵康林眼中涌现自得。 他出身名家。 始出家传秘术。 以玉叶中期修位。 月静与一尊赫赫有名的江湖前辈以伤患伤。 还能脱身回。 无论对谁讲起都足以自拗。 见其神采飞扬。 无论是帐篷处的金雕校尉。 还是骑在腰马上的外影校尉。 脸色皆是有些难看。 沈夷神情如常地握着缰绳。 原来这才是自己等人被强行抽掉过来的原因。 呵。 技工。 洪磊裂开嘴。 深深看了对方一眼。 你还是等着回去挨鞭子吧。 你。 赵康林咬牙。 要不是差了点运气。 落难于此。 急需人马助手。 一个外营偏将。 也敢这样跟自己说话。 没规没矩的东西。 洪磊不在理他。 转身道。 外营弟子。 下马。 四十几人骑刷刷落地。 洪磊一次从他们身前走过。 先前走得急。 莫功夫说话。 你们大多人都费我手下。 我姓洪。 在镇摩斯当了六十年偏将。 御业中期修卫。 一直提臣将军做事。 对。 就是现在清风山顶的陈乾坤老爷子。 我知道你们心存怨怒。 要替这帮在青州呆傻了的蠢货擦屁股。 放心。 只要不犯错。 等回去以后。 接济一次宁丹靖功绩。 此话一出。 诸多校尉脸上终于多了几分兴奋。 要知道从一文升二文。 若是关于御业靖的吆喝。 要整整参与五次。 二文升三文。 更是要二十次以上。 而参与一次宁丹靖要害。 折算下来。 至少能抵二十次御业靖的。 况且。 这次说是宁丹靖。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 只需替陈乾坤将军守住这座大山而已。 赏宝要三平。 出镜上平武学不限。 御业靖下平武学一本。 三年俸禄。 两月休目。 随着宏磊伸出手掌。 别说其他人。 就连沈一的眸光都有些许变化。 镇摩斯强硬是强硬了点。 但出手还真够大方的。 在百云县的时候。 这些东西连想都不敢想。 如今却是人人有份。 而你们要做的。 就是替我看好这道长牙。 宏磊沉声看去。 放下手掌。 来到第一个人面前。 姓慎名谁。 境界如何。 刘大千。 出镜后期。 扇使刀。 王猛。 出镜后期。 略通拳掌。 带兵。 御业靖出妻。 我。 用剑。 红磊脚步微致。 目光在这副人袖口停留片刻。 三道云文甚是亮眼。 如此年轻的御业出妻。 自然不可能是无名之辈。 他随意伸手朝对方腰间那柄长剑探去。 带兵神情复杂。 朝后面退了半步。 手掌护住了佩剑。 洪磊若有所思地扯扯嘴角。 随即走向下一个人。 青年身形齐长。 脊背挺拔。 腰间斜挂漆黑笔直的一刀。 一袭墨衫像是为其量身定做那般。 五官端正俊秀。 除了皮肤有些白净。 很难再找出什么毛病。 目光扫过对方袖口的两道云纹。 洪磊缓声问道。 出镜圆满。 沈亿摇头。 但淡堡。 玉叶静。 话音落定。 笑语间皆是花然。 虽然都是陷多识广的青州子弟。 但通常来说。 能在七八十岁突破玉叶。 就算得坐镇一家的高手了。 三十来岁的玉叶初期。 那只有一流门派的抵御。 再加上天资卓绝才能办到。 即便对方驻言有方。 实际年龄四十岁。 也极为令人震撼了。 当然。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 如此人物。 才刚刚问了几个人。 便是出现了两个。 洪磊略微一正。 忽然想起了对方的面容。 在那小小的别院内。 便是站住总兵弟子和李家小姐两位高手。 旁边的大度满汉。 虽看着气息薄弱。 但能和他们站在一起。 应该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只是敛气手段高深而已。 同样。 面前之人能有此实力。 倒也算不得出奇。 对方分明有能力拒绝。 但还是随自己来了清风山。 年少豪杰。 当如此般。 念及此处。 洪磊脸色温和许多。 放心。 知事手牙而已。 陈老爷子还没有真正生出心思。 要对清风门亮出屠刀。 只要他们交出那人。 咱们自然也就明经回府。 前提是不要学那被家里惯坏的少爷。 四十几岁的人了。 像个猪脑子。 第七十五章。 清风弟子斩妖除魔。 以女为首。 带足识人。 去看守下面的秘灵。 洪磊说完。 收起笑容。 继续朝后面走去。 看似面色不变。 猴杰却略微滚动了一下。 几乎瞬间。 沈亿而盼钻尽一道蜜语。 替我盯着她。 小心点。 有任何异常举动。 及时会报于我。 这般类似传音入密的手段。 让沈亿微微一正。 则。 看来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至于对方口中的那人。 应该指的不是那两个出镜校尾。 沈亿略微侧眸。 朝旁边妇人看去。 对方虽身着墨山。 仍有几分成熟韵味。 就是那张面若桃花的脸上。 极力掩饰平静。 但眼中还是流露出一丝恍惚。 洪磊对青年莫名的亲和。 明显是惹起了众人的注意。 除了被问话的那个。 其余人都是好奇的朝沈亿投去目光。 心中不免疑惑。 为何同位玉叶镜。 却让二文的管着三文的。 而且,两个玉叶组成一个小队。 会不会太奢侈了点。 诸多目光中。 也包括了不远处身披大厂的赵康林。 他躺坐在篝火前。 用树枝拨弄着木炭。 刚才那句。 猪脑子。 他可是听得比任何人都清晰。 赵康林面无表情地甜甜唇。 呵。 等回了青州。 他有的是办法让信洪的哭不出来。 在审议之后。 其余校尉的境界就正常了许多。 整整三十八人。 也只有一个年迈的老校尉,勉强突破玉叶。 攒了多年功绩。 此次前来,明显是准备再往上面爬一爬。 多出百年寿元。 神太监也年轻了许多。 唯一让沈亿有些疑惑的是,被抽调来的人,皆是带了云纹的。 反倒是那些炮药早出来的。 平均年纪更大的那批。 竟是一个也没看见。 很快。 洪磊就将这四十人拆成了外营最熟悉的形质。 由沈怡。 老校尉各代十人。 剩下的由他亲自带领。 分别把守三遍。 安营扎寨。 随着命令下达。 众人有序分开。 就在这时。 一道细血嗓音响起。 赵康林懒散地躺坐在篝火旁。 丢掉树枝。 抬头朝路过的沈怡看去。 招手一拦。 喂。 小兄弟。 我负了伤。 需要休养几天。 要不你干脆来替我管管这二十几个没用的东西算了。 怎么样。 此言一出。 一行人皆是侧目。 将将走远的洪磊也是脚步威致。 他是真没想到。 这头蠢猪在犯了大错以后。 竟然还有脸在此锅躁。 唯一没有反应的只有那墨山乌刀青年。 他仿若未闻地迈开步子。 从赵康林拦在中间的手臂上。 就这磨轻飘飘地跨了过去。 随即缓步走下了矮坡。 盯着那略显淡薄的背影。 赵康林将在地上。 片刻后才慢慢坐至身躯。 原本也没想过对方会真的答应。 只不过想调侃两句。 给洪磊一点难堪。 谢谢心中的憋屈。 但是现在。 他心里的火气疏然又旺盛了几分。 皮笑若不笑地缓示着尴尬。 是。 磊家的小子。 气性还挺大。 倒是有我年轻十几分风范。 等回了青州。 定要好好来往来往。 听住他话音中隐隐运住的威胁味道。 诸多外营校尉皆是攥紧了手掌。 却又无可奈何。 能入内营的。 本就比他们这些人的绅士要强上许多。 何况对方在内营里。 也算是顶级的顽固。 奈家。 洪磊瞥了他一眼。 冷哼道。 能让你爷爷跪下叫爹的那家。 省省吧。 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虽然不知道方恒和那年轻人是什么关系。 是否有向自己猜测的那般亲近。 管他呢。 斗嘴的时候。 岂能弱了气势。 不把这蠢货的嚣张气咽压下去。 等回了青州。 指不定还得把人恶心成什么样。 赵康林被一句话枪回来。 脸皮抖了两斗。 显然是不太相信。 有这等滔天的背景的。 又如此年轻的。 青州不会超过十个人。 其中肯定不包括只为这摩的的普通校尉。 但他也莫再多言。 转身回了帐篷。 支留下其余人面面相去。 撕损着红篇匠的话语有几分真实性。 被几乎贴脸讽刺的精雕校尉们沉默守着帐篷。 偶尔看向不远处的尸首。 流露出些许兔死胡碑的神情。 矮泼下。 识人紧紧跟在沈一身后。 除了带兵神情不定以外。 其余都是老实埋住头。 敢一上来就给内营偏将甩脸子的主。 姓赵的能不能得罪得起不好说。 自己等人是肯定得罪不起的。 沈大人。 您歇着。 我等尽快扎鹰。 走进密林。 王猛拱拱手。 既有眼力劲的替对方擦干一方湿润平坦侵蚀。 不用。 沈一摇摇头。 一起弄。 十多的快线。 嗨。 末世。 我们手脚麻烈。 都做习惯了。 要不了多长时间。 王猛还以为对方在客气。 沈一转身接过后面人抱住的木炸。 轻扁下河。 但但道。 我少有野外寻摇的经历。 还得劳烦你们多交交。 这。 王猛棱神。 随即笑道。 这算什么值得交的本事。 都是些苦力活罢了。 说归这样说。 他还是一边干活一边道。 正所谓。 绝山一谷。 士生处高。 在荒郊野岭。 进水被封。 木炸不是这样放的。 您看我的。 沈一有样学样。 虽有些声色。 但也尽力去做。 带兵健壮。 原本打算坐下的身子。 犹豫一下。 朝着人群走了过去。 越讲越熟络。 王猛逐渐没了先前的局促。 压低声音道。 您其实没必要给那孙子难堪。 他就是个小人。 狡诈恶心。 平白惹得一身骚气。 沈一挑挑眉间。 他并没有给什么下马威的想法。 知识不想成为别人贪功时的炮灰。 死了还要落得个无用的骂名。 自己如今知识效尾。 若是停步攀谈机具。 真被照片将调到手下。 那才是憋屈他妈给憋屈开门。 还是得多攒功绩。 尽快升个偏降才好。 至少要洒脱很多。 不知该说倒霉还是运气好。 才来镇摩斯不足医院。 就连续碰上了两件麻烦。 无论和腰反水。 还是门派顽抗。 换作别的校尾。 恐怕几十年都难得遇上一次。 危险是有。 但晋升的速度也有些害人。 这次只要完完整整地回去。 那就是三文校尉了。 一个月走完别人一辈子的路。 念及此处。 沈一看着已经隐约建好的帐篷。 余光朝远处妇人看去。 带兵搭好了篝火。 坐在地上。 她取出配件轻轻摩缩。 剑阁内侧。 长年累月下。 隐隐被磨平的两个工整小字。 略有些刺眼。 清风。 第七十六章。 剑光如长虹。 入夜。 篝火旺盛。 硬亮击人的面孔。 剩余校尉则是轮番把守要点。 目光如炬。 连最细微的动静也不放过。 能打起来吗? 王蒙有些不安地搓搓手。 应该不能吧? 清风山掌门痴撑了。 未来的弟子跟陈将军翻脸。 是最有机会接替掌门之位的弟子。 刘大千纠正道。 清风山近百年的侠名。 有一半是他杀出来的。 这儿八斤的剑侠。 此等人物。 能是恶骄所化。 王蒙扎扎嘴。 突然小声道。 真是恶骄所化。 也算改邪归正了吧。 死。 刘大千踹了他一脚。 陈将军要猪妖。 这小子在这儿捧上妖魔了。 要造反是不是。 不过他妻妾成群。 又经常被掳走。 毕竟侠民在外。 会不会是得罪了杨春江的娇魔。 趁他不在的时候。 强要了他小妾。 故意恶心他。 另一个校尾凑近了些。 无论如何。 把人交出来。 带回镇摩斯审一遍不就全清楚了。 刘大千无奈瞪了两位同僚一眼。 如果就是不交。 等陈将军起了杀心。 清风门就得改名写风门了。 来之前给我吓坏了。 如今看却是捡了个大便宜。 王猛黑黑一笑。 听红偏将的意思。 掌门老头也就是在犹豫两天的事情。 咱们运气好。 还有两个月进高手陪着。 出不了大事。 闻言。 机人街是将目光头向附近垂手立的青年。 沈仪一边听着交谈。 深邃眼眸却是静静注视着密铃。 真打不起来吗? 纳摩。 他在慌什么? 交出那位剑侠。 镇摩斯自然从山中撤离。 清风山还是那个青州第一剑派。 又有什么可慌的? 时间迅速流逝。 鸡个孝为起身换班。 回来之人稍微填饱肚子。 便入了帐篷休息。 带兵拎着配剑。 从密铃中归来。 似乎是没事磨胃口。 他在篝火旁坐下。 余光看到沈仪暴毙靠树的身影缓缓有了动作。 他突然道。 你整夜不肯合眼。 是红磊让你盯着我。 沈仪不置可否地迈步。 带兵唇角掀起自嘲。 生怕放走一个。 你就那魔想对一群无辜之人动手摸。 不。 不只是无辜。 而是一群除魔味道的剑侠。 眼看着青年越走越远。 他忽然有些激动。 攥住了袖口的三道云纹。 我替着摩斯当差二十年。 也换不来你们的信任。 你们卫尸魔不能信我一次。 沈仪略微策谋。 我信你。 带兵呼吸紊乱。 略微出神。 随即便听到了后半句。 那我就是个傻子。 沈仪回身踏入湿润的密铃。 这女人都快把心思写在脸上了。 别说自己。 换尘寄过来都能看出来。 沈仪不习惯在未知真相以前。 轻易对某件事做出判断。 她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 听了那魔多传闻。 至今还没有那位剑侠。 对小妾爬进牙门里。 产下一头恶娇。 然后被吞得骨头渣子都不剩这件事。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甚至连个普通校尉都能随便编个理由。 对方却不肯。 知识待在山上。 借助住青丰山的庇护。 继续与镇摩斯对质。 这是致死也不愿投上多点绿啊。 哦。 差点忘了。 除此之外。 沈仪还知道一件事。 她沉默敏唇。 伸手捂住心口。 那种熟悉的气息。 细微却又从不曾断绝。 剑侠是不是娇魔两说。 反正青丰山上市肯定有焦魔的。 居然真的能有所感应。 就是不知道这感应是单方面的。 还是对方也能察觉。 光是这个发现。 这趟就来得不亏。 日月轮转。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校御们从密林里抓回了兔子。 至极。 唯独没有青丰门徒。 成百上千的弟子竟是毫无异动。 高崖上的怒剑长老宛如枯木。 连西书银丝都未曾晃动。 似乎他出面的目的。 紧紧之事镇守关键下。 避免被镇魔丝辱了名声。 王猛用石板尖烤着鸡肉。 先是递给沈宜。 然后又递出一块给带兵。 两位育业尽强者。 可是他们赖以存活的资本。 不吃饱怎么行。 沈宜咀嚼着寡淡无味。 略带兴气的肉块。 忽然想起了林白威。 怪不得什么东西都能品尝的那般喜悦。 要是吃上的半年。 恐怕自己也能学会对方的手艺。 在他身侧。 带兵面无表情地吞咽着肌肉。 一手扶着剑鞘。 似乎想把所有能补充的东西。 都填进自己的胃里。 这熟悉的一幕。 让沈宜不禁贴向对方袖口。 其他的也就罢了。 二十年的苦劳。 着实有些可惜。 等取下来的石板上。 游渍逐渐冷凝。 篝火略显晦暗。 几个校尉照例起身。 去密林巡逻。 却忽然听见沈宜的声音。 今夜我来学。 都回去休息。 闻言。 王蒙等人皆是一愣。 苦笑连连。 沈大人,这也太客气了。 咱们当差几十年。 真没见过这样的。 经历继日的相处。 他们也知道沈宜从不放虚言。 其声道谢之后。 全都钻进了帐篷。 带兵握剑的手掌欲发紧钻。 他看向近处缓缓起身的青年。 在灰暗火光的映尘下。 那张白皙脸庞明暗不定。 虽不明白自己分明竭力掩饰。 对方是如何猜出来的。 他却忽然心软了沙呢。 你也休息吧。 今夜让我来。 青年模样好看。 天资惊人。 如此聪慧。 又那么的年轻。 除了对人时有些讨厌。 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 就这磨白白死在青峰山脚。 有些可惜了。 在对方亲口说出不信以后。 他的这句话几乎可以算作明示。 在带兵的注视下。 沈宜拍了拍衣袖。 轻声道。 快些。 我赶时间。 连震摩斯都吓不住这女人。 他也懒得再多费口舌。 话音落下。 少妇缓缓闭上了双眸。 果然。 还是很讨厌。 他抽剑出鞘。 锐利的剑鸣声阙来自对面的蜜铃。 璀璨的金光荣味一点。 又化作长龙腾空。 声势绝绝。 身着直视长服的男人眸光锐利。 表情淡漠。 手执三尺轻锋。 玉叶镜的强悍气息毫无保留的挥洒。 蜜铃中一人合爆粗的大树。 仅是在剑鸣鱼拨面前。 便是尽数折断倒塌。 此一剑。 百年功底。 在那汹涌袭来的剑鸣面前。 沈一发思微服。 身形笔直。 一袭黑衫速速作响。 唯有漆黑双眸。 徐徐涌现金芒。 明晚十一点。 五更。 养术的大佬们考虑仔下。 第七十七章。 插翅难飞。 踏入玉叶镜。 人体犹如饱药般唇厚芬芳。 只有境界圆满以后。 才能内敛光滑。 反扑归真。 但此刻。 沈一眸子里金光乍现。 脉步迎了上去。 呼吸间便已站直密铃面前。 腐脏生辉。 蕴含着金芒的血液于体内翻涌不息。 一直收敛的浑厚气息。 终于是向着四周迅速弥漫。 玉叶镜圆满的修为出路。 争容。 呛。 在锐利的剑鸣声中。 众多校尉惊醒。 翻身撞出帐篷。 佩刀早已紧握手中。 率先映入视线的。 便是那漫天剑刚。 还赶过来。 想留住性命。 就给我让开。 那剑修一道爆喝声穿金烈石。 无尽剑刚紧紧将那道单薄身影笼罩。 四胸受力爪。 逐渐卧拢。 青丰山门徒叛乱。 如此强大的声势下。 王猛抽空废枪。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 希望能将消息传到密林外的矮坡上面。 电光火时间。 他下意识去寻找另一道身影。 心中惊惧之鱼仍保留一丝庆幸。 幸好红偏将安排了两个御叶进过来。 青丰山贼子居然真的选了此地突围。 剑刚虽来是汹汹。 但两位联手之下。 未必不能撑到偏将们赶来。 很快。 戴斌持价力的身影落入众校尉眼中。 只见他手掌略微颤抖。 剑锋抬起。 却不是为了御敌。 反倒遥遥对准了那陌山青年。 这举动让校尉们看傻了眼。 一颗心更是瞬间沉到谷底。 都是惊艳老道之辈。 见此清景。 哪里还需多加猜测。 他们咬紧牙关。 拎着刀便向那副人扑杀过去。 哄。 远处逐渐收拢。 愈发凝实的剑刚。 齐齐附着鱼三尺清风之上。 就在刺处的沙纳。 竟是疏然炸开。 汹涌狂风肆虐。 卷起烟尘滚滚。 让所有人都不禁抬起胳膊挡在眼前。 一道洪亮的声音响彻密铃。 师妹。 还不动手。 带兵咬牙盯着前方。 握剑的手掌不再颤抖。 眼中布满血丝。 回头朝几个校尉立声道。 滚开。 同聊一场。 别逼我。 他在师兄的话音中听到了一丝慌乱。 对方成名已久。 吉少会在与人争斗时露出如此一样情绪。 更何况是对上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校尉。 他略震在此。 若无必要的话。 本无意伤人。 只想下退沈宜。 谁知道对方竟是这般固执。 并且还真的拦下了师兄。 再犹豫下去。 今天就别想走了。 念及此处。 他抽身冲了上去。 手中长剑之上有相同气息的剑刚涌动。 知识稍稍微弱些许。 在前方。 烟尘四散。 沈宜单手握住刀柄。 自下上抽刀。 乌黑笔直的一刀还未完全出窍。 刀身恰巧拦住了次来的三尺清风。 他垂眸注视着眼前的男人。 从容不迫地继续拔刀。 带到刀尖显露。 沈宜略微翻手。 浩瀚力道之下。 男人手中的长剑骤然弯曲成极其夸张的弧度。 发出阵阵哀鸣。 清风山直视额头上渗出汗珠。 原本漠然的脸上多了几分难以置信。 剑柄传来的巨阵。 几乎要脱手而去。 这般骇人力道。 好像面前站住的不是镇摩斯校尾。 而是一头人形妖魔。 咔嚓。 金铁打造的宝剑仅仅坚持了三个呼吸。 便是布满密密麻麻的裂纹。 镜树崩碎。 化作细小碎片全部扎进了直视体内。 那字下上掠过的默认。 掀开皮肉。 在他右腰至左肩留下一道深深的窝口。 直视还未来得及痛呼。 便被青年攥住领口。 猛然朝后方砸去。 师兄。 持剑杀去的带兵。 抬眸看着朝自己飞来的身影。 脸上多出积分慌乱。 强行收起劲道。 脚步顿时亮呛不定。 还未站稳。 师兄便已砸了过来。 他下意识去接。 手掌刚刚触及对方的身躯。 脸色顿时惊变。 砰砰。 雄浑的力道顺着师兄的身子涌来。 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宛如被小山砸中。 郊区被连带着飞了出去。 五脏六腑翻滚挤压。 四是要裂开那般。 带兵抱着师兄砸断几颗巨木才堪堪落地。 喷出一口星红。 差点命运当场。 在这恐怖的力道下。 他多年苦修的剑技。 一身玉叶出气的修味。 都显得那般雷弱。 躺臂当车。 带兵呼吸困难。 面色惶恐。 手掌无力地朝旁边遗落的长剑探去。 就在即将处即到剑柄的时候。 一只长靴缓缓踩在了他的手腕上。 在剧痛之下。 他惊呼着抬头看去。 只见那居高临下俯价来的青年。 一双眼眸明亮却不带感情。 随意将刀锋抵住了自己的咽喉。 带兵的手离剑柄之差寸许距离。 庞扶只要再用一点力气就能将其捡起。 他的眼中却逐渐被绝望占据。 心中毫不怀疑。 若是自己继续抱有持剑的念头。 那并泛着乌光的宝刀。 会不带半点犹豫的刺穿自己的咽喉。 为何之是一个二文校尉。 竟是能强悍到令人完全生不出反抗的心思。 青丰山直士气若游丝。 缓慢的将手掌搭在了他的胳膊上。 无指无力。 却足够表达出他的想法。 他咧开嘴。 整齐牙齿被腥红沾染。 惨然道。 多谢校尉大人。 留我等一条性命。 沈怡瞥了他一眼。 顺手就是一刀拍在了他脸上。 屁话真多。 对方初见之时。 看似强势。 实则留了一道生物。 但凡有个玉叶修为。 心神胆寒之下。 稍微退出十几丈距离就能避开。 作为代价。 便是只能看着他俩逃之夭夭。 走势肯定不能放这队鸳鸯走的。 杀了倒也不必。 至于能不能活。 那就和自己无关了。 就像对方也没考虑过。 若是放走他们。 自己会受何等处罚。 沈怡收刀回撬。 踢开那柄长剑。 把他俩绑了。 给洪大人送去。 几个校尉看着一片狼藉的密铃。 高大巨树斜斜塌陷。 一时间有些缓不过神来。 他们甚至都看不懂发生了什么。 就看线剑刚炸开。 紧跟着沈大人三下五除二的便将两人叠在了一起。 这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两个玉叶镜高手。 鸡人咽了咽唾沫。 知觉口干舌燥。 对洪磊偏降先前的话语多了几分信任。 虽不知青州是否有信审的势力。 也不一定真的能让赵康林的爷爷跪下叫爹。 但至少对方很不好惹。 这是无需质疑的。 王猛想起前几日对方温和向自己请教师的场景。 不禁浑身打了个哆嗦。 就这出手狠辣的程度。 可不太像看起来那魔容易相处。 他们从帐篷里翻出特制的麻绳。 虽然心里觉得没石磨必要。 两个只剩一口气的人。 别再给勒死了。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将其五花大绑在一起。 第七十八章 激怒于身。 重回巅峰。 笑语们抗着两人朝矮坡上走去。 这磨大的动静。 估计偏将们也在赶过来。 知识结束得太快。 真的快到令人恍惚。 果不其然。 刚刚走上去。 便看县洪磊和赵康林带着数十人乌泱泱地赶了过来。 发生了何事? 洪磊眼皮发跳。 本来有很大的事。 但是现在又漠视了。 王猛三言两语, 真的很难跟偏僵讲个明白。 只能一边抗着人, 一边往上走。 积个校尉兴奋地锅躁。 又是剑纲。 又是乌刀。 洪磊用了许久, 才捋清楚事情经过。 神情有些复杂。 其实在看见重伤的带兵时, 他就已经大概猜到了一些。 知识想不太明白。 自己分明是嘱咐沈怡盯着他。 对方是怎么把人盯成这样的。 况且, 被绑在一起的, 还有个穿直式服的。 青丰山的直式可不是善茶。 即便自己对上, 也很难讨得了好。 偏将。 怎么处理他们。 王猛将人放在地上。 闻言。 赵康林冷冷道。 正是多事之秋。 不必依张办事。 浪费人手看管。 此人差点害死同僚。 既是内鬼。 一病斩了。 红磊皱眉看了他一眼。 回头问道。 沈怡可曾受伤? 王猛张张嘴。 啊。 应该没有吧。 沈大人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 他又仔细回忆了一下。 随即肯定地点点头。 胡扯。 赵康林吃笑一声。 以一敌二。 怎么可能像这些出境武夫说得那么简单。 红磊懒得理他。 看了看戴冰袖口的三道云纹。 这得杀多少妖魔。 就多少百姓才能攒下来。 况且, 沈怡能将两人伤成这样。 也不差再补上一刀。 反倒流了一口气。 绑好送到自己这里。 或许还有别的意思。 他叹口气。 沉声道。 都他妈快被打死的人了。 还堪管个屁。 留着吧。 若是运气好活下来。 再带回镇摩斯处置。 闻言。 地上奄奄一息。 神情晦暗的带兵。 侧谋朝师兄看去。 咽下口中心甜。 两人对视一眼。 唇角皆是露出复杂色意。 分明被那青年亲手断绝了桃路。 最后耐暂时留下一条性命。 却还得谢谢那人出手够狠。 顽固不化。 只晓得抱着那点破规矩。 一辈子也立不了大功。 赵康林面露鄙夷。 上面说是镇守。 洪磊就真的动也不动。 早知如此。 还叫这群人过来干吗? 眼见他们完全无视自己的话语。 赵康林冷哼一声。 姓沈的呢? 出了这磨大的事情。 他为何不来汇报? 王猛一中笑位已经忍了他许久。 下意识就想回对过去。 却见矮颇下。 沈一缓不走来。 见其神色。 别说受伤。 甚至都不像才动过手的样子。 将这一幕收入眼底。 赵康林脸皮抽搐。 眼中略过忌惮。 那群校尉说的居然是真的。 念及此处。 他默默背过身去。 洪磊感慨一笑。 拱手道。 沈兄弟。 好伸手。 真是年轻才俊。 让他这老人颇有些自愧不如。 沈一走至他身侧。 沈阴片刻。 提醒道。 山上应该要动手了。 嗯。 洪磊拱手的动作微致。 下意识回道。 只是一个直视狗急跳墙罢了。 沈兄弟也不必这么谨慎。 陈将军。 话说到一半。 他那张四方脸庞上略过金色。 门内直视趁夜色逃离。 说明与上头的意见不合。 陆剑长老就在牙上。 却也没有阻拦。 如果整个清风门已经离心离德。 难道说那掌门老。 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清风山上下屠众。 无论是齐心协力抵抗镇摩斯也好。 还是低头交出那弟子也好。 压力都在山顶。 但要是上面想保人。 下面却想窜逃。 自己这群原本之父责政守侠盗的人。 岂不是要面对大半个山门弟子的反扑。 想到这里。 红磊咬咬牙。 多谢提醒。 他夺过旁边人手中的火把。 走到空旷处。 是境遇夜境的墓里。 抬头朝那牙顶看去。 支箭盘膝而坐得怒箭长老。 不知何时已经站起了身子。 他抽下头顶的木簪。 西树银丝散乱披在肩上。 一双浑浊眼眸中毫无波澜。 却又古怪地运住怒意。 好像那不是一种情绪。 而是他刻意积攒的某种底蕴。 老头府看着下方。 视线落于青丰山直视之上。 看着门徒仍旧留有一丝气息。 他微微叹息。 眼底的怒意只差一丝就能续满。 却始终无法彻底占据眼眸。 你不是说重创了他? 红磊冲着旁边吼道。 我。 反正伤到了他。 赵康林有些底气不足。 怒见长老此刻身上的气息。 比全盛时还要锐利三分。 及时吗? 只要他赶下来。 接下镇摩大镇。 保管他有来无回。 此人看上去不靠谱。 但这句话却并非虚言。 镇摩斯偏将想尽各种上乘武学和保药。 对上门派弟子。 即使是清风门这样的大派。 各种底蕴也是丝毫不处。 甚至颇有圣之。 两个玉叶境中期的偏将镇守此地。 再加上数十个校尉节阵相助。 拿下一个年迈体衰的怒见长老基本不会出什么意外。 洪磊担心的是。 看怒见老头这副神情。 要不是得了失心风找死。 要么就是关剑侠这个最不适合逃跑的地方。 已经成为这群门派弟子的突围点。 沈一听令。 他转过身。 从腰间抽出铁牌。 写我口谕。 以关剑侠统帅名义。 去请这八位偏将过来。 记住。 要快。 要小心。 沈一抬谋。 这才第二次出来办差。 提提意见也就罢了。 他不会自负地认为自己的判断会比这种老将更准确。 玉叶境圆满的修为不弱。 但在这种局面下。 并不能起到独身定乾坤的效果。 也不可能比八位偏将加起来更有用。 他伸手去接腰牌。 却被另外一人提前夺过。 赵康林咬咬牙。 我负了伤。 让我去。 闻言。 沈一神情平静。 旁边的那群金雕校尉们却是咬牙移开了目光。 洪磊恨铁不成钢地瞪了这顽固一眼。 对方是镇魔大镇的发令者。 这玩意儿是内营的压香敌手段。 自己这群外营的可玩不明白。 快去快回。 说吧。 他重新看向高牙。 幸好。 老头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积累。 沈一沉默看去。 眉眼尖却不似洪磊那般松了口气。 在他强悍的目力下。 怒见长老的身后。 高牙极远处。 一堆气息薄弱的弟子缓缓朝牙边走近。 有出境的。 甚至还有凡胎未曾圆满的。 第七十九章。 他想吃我。 直到摇曳的火光点亮高牙。 红磊脸色骤变。 但等看清那群人的修为后。 眸光中多了一丝狐疑。 众目睽睽之下。 那银丝披肩的瘦削老人。 缓缓朝前方迈出一步。 枯搞面容上没有掀起丝毫波澜。 他就这膜直直地跃下高牙。 卷起的裤腿。 两条竹竿似的小腿下面踩着布鞋。 稳稳落地。 结阵。 红磊眼瞳紧缩。 抽出佩刀。 即便没有赵康林的指挥。 二十几个内营金雕校尉也是熟练地找好了位置。 手掌翻动间。 袖口有漆黑锁链如大蟒钻出。 散发出森寒之意。 其余外营珠人则是姿态各异。 皆有拿手的本事。 特别是那年迈的玉叶敬老校尉。 竟然掏出了一堆月牙刺。 在这般阵势下。 陆剑长老可以说胜算极小。 但他不急不躁的模样。 反让红磊莫名有些心慌。 就在这时。 一具重物从夜幕中袭来。 带到其轰然落地。 显露出夸张的形态。 众人皆是陷入愣神。 赵康林脖子被扭至身后。 头颅软塌塌地搭拉着。 四肢静短。 臂骨被掰下。 像是利刃般扎入腰腹。 临死前。 脸上悬布满茫然无措。 随后。 一道蓝白布山身影缓缓踏了出来。 圆形依领处。 一颗被灵片覆盖的扁平头颅延伸而出。 脑袋两侧是凸起的树桶。 极长的嘴部微微开合。 露出两排尖锐牙齿。 阳春江驼龙一族。 红磊缓缓吸了口气。 认出了这极巨变十度的妖魔。 心煞血气隔着老远都无比刺鼻。 他重新看向前方的引发老人。 镇摩斯说,我等勾结妖魔。 老朽思来想去。 怒见长老步伐平稳。 没走出一步。 眼底怒意削减半分。 身上气息便在强盛许多。 他挟持那柄足足无尺长的铁剑。 剑人在地上擦出火星。 老人嗓音沙哑。 我最好是真的勾结妖魔。 众多笑为脸色死寂。 之所以还能保持阵心不散。 并非是不慌乱。 而是已经猜到了自己的下场。 能在短短时间内解决调兆偏降。 至少也是一头玉叶镜圆满的妖魔。 甚至比怒剑长老更为强悍。 何苦。 我等之事奉令守山。 杜绝妖魔混迹其中逃走。 只要等安心留在山上。 红磊略带感叹地低下头。 话音平淡。 像是在描述着一个事实。 你勾结妖魔。 这次。 清风山是真的要没了。 一尊镇摩将军。 就能压得清风山喘不过气来。 像这样的高手。 青州十二郡。 皆有一位坐镇。 如果不计代价的, 调来第二位。 灭门之不过是总兵一道命令的事。 老朽一声斩妖。 虽也为了名利。 为了拿他们的寿员去换取宝丹。 但总归是问心无愧。 最后却与其狼狈卫尖。 何其可笑。 剑在手中。 伴我三百年。 却受他人所控。 怒见长老越走越近。 直到身上的气势几乎高涨至巅峰。 掌门昏溃。 辜负我等。 今以老朽残躯。 换诸位大人性命。 替我清风山无辜弟子。 杀出一条生路。 他眼中怒意彻底耗尽。 犹如风中残烛。 火光却旺盛的骇人。 可惜仍旧差了一丝。 没能到达真正的顶峰。 怒见长老神情略显复杂。 抬剑指向人群中的沈怡。 你留了我爱徒性命。 我却不能留你。 还望校尉大人见谅。 借头颅一用。 沈怡抬眸看去。 能不能不借。 借银子也就罢了。 怎么还一上来就想摘人脑袋的。 直到现在。 他大概也算弄清楚了情况。 镇摩斯没错。 山上确实有妖魔。 也确实没想过真的要对清风山下手。 否则不会仅仅让校尉们把守山道。 清风山这群弟子也没错。 知识不愿被裹挟着替妖魔陪葬。 却又做不了主。 听这意思。 好像连他们的修为都受人钳制。 皆是水中浮游。 各自为了虔诚性命。 尽力搏杀罢了。 沈怡修长五指搭在刀柄上。 随即用力握紧。 老朽时间不多了。 取不了你的头颅。 还是交给他吧。 当然。 你也可以试试逃走。 应该有不小的机会。 陆建长老坦然承认了青年的实力。 他已三百多岁。 身躯枯竭。 即便使用秘法炸弹最后一丝生机。 也不可能是这刚刚突破玉叶圆满。 浑身犹如天地保药之人的对手。 但同样的。 对方也不可能是这头千年陀龙的对手。 闻言。 弘磊惊异地朝旁边看去。 本来以为大家都在等死。 只想拼尽全力。 死得稍微好看一些。 没想到原来沈怡仍有余力。 连这老头都自认不如。 短短机具交谈间。 陀龙已经走了过来。 突然中闪烁着人类的情绪。 他随口说说。 你也别真心。 其实没试磨机会。 他伸出爪子。 轻轻触碰鼻孔。 嗓音中多了些徐火热。 有些不好意思。 你身上有我主家的味道。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地在压制了。 可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嚼碎你的血肉。 一边说着。 粘稠的透明唾液从他扁长的嘴角垂下。 就像这样。 陀龙头颅颤抖。 不停地磨着牙齿。 眼中贪婪欲发汹涌。 庞扶看见世间最珍惜的佳肴。 恨不得把对方勒碎在怀里。 小口小口地品尝。 把每一丝血肉都细细咽下。 化作自己身躯的一部分。 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他这次离开阳春江。 是听说六爷被镇摩斯困住。 主家心里着急。 派自己来此地打探一下消息。 六爷已有一两百年未曾回过江河洞府。 陀龙也没想过能在镇摩斯手底下救走对方。 随便过来瞧瞧。 却是在一介五夫身上嗅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味道。 念及此处。 他稳住微微发颤的身子。 重新将目光投了过去。 如此珍宝佳妖。 如若能配上临死前的金句。 那便再好不过。 我真的很想。 现在就吃了你。 在陀龙怪异猙獰的姿态下。 众多阵魔效尾皆是脸皮发麻。 唯有缓缓拔刀者。 凌乱发丝下。 低垂的眼眸。 在无人察觉的角度。 逐渐涌现出和陀龙类似的情绪。 同样的火热。 知识更加收敛。 沈一抬起头。 唇角危险。 那真是太巧了。 被那凛冽的眸光笼罩。 陀龙忽然安静了许多。 眼中的灼热迅速消退。 变成了诧异。 震惊。 最后尽数化作无边的脑木。 就像看键盘中肥美娇嫩的牲畜忽然昂起头。 对自己露出獠牙。 以及贪婪的目光。 甚至远比自己还要贪婪。 他想吃我。 第八十章。 斩驼龙。 谁都未曾料到。 率先出手的人会是沈怡。 他双掌紧握一刀。 刀身上的乌光迅速退去。 化作射人心魄的漆飞。 这是踏入玉叶静缘满后第一次全力出手。 真挚化尽的贪狼猪邪。 在雄魂境界加持下。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锋芒。 枪。 一刀猛然斩下。 没有先前剑刚的浩大声势。 悄无声息。 仅是最纯粹的锋利。 驼龙恼怒之下,早有防备。 但对于这样的刀法,也实在提不起警惕。 直到那乌刃靠近。 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窜头顶。 它面露金色。 脚掌踏地。 以布满灵甲的手肘朝刀身轰杂而去。 以肉身硬碰刀锋。 咔嚓咔嚓。 并非切肉身。 也没有金属碰撞音。 只见驼龙手臂上的鳞片全部立起。 犹如藏满了一道道弧形利刃。 一刀并未能触及它的皮肉。 而是硬生生刮下了一层鳞片。 借助这刹那反应时间。 驼龙豁然转身。 只见那宽大步山掀起。 一条粗壮有力的尾巴顺势甩出。 四金刚混铁铸臼臼。 狠狠拍向青年的手臂。 面对猪妖魔提前藏起来的杀招。 沈一双眸泛冷。 竟借圆满的刀法收放自如。 呼吸间便是再次展出。 就在即将触及之时。 金刚般坚硬的尾巴疏然变得柔软灵活。 刚才的生猛力道之不过迷惑敌人的假象。 它压根不与一刀较劲。 静直缠上了沈一的胳膊。 下一刻。 尾巴上的鳞片同样立起。 吃拉。 仅是一个转身。 就暗藏三次杀机。 绸缎绣袍被撕裂。 染着些血暗红。 驼龙脸色并不好看。 它身上的乃是酝酿千年的灵甲。 看上去知识藏在身上的灵片。 实际上早就被炼化成了弓手一体的宝甲。 是它赖以生存的珍稀之物。 然而仅是一个照面。 便被那诡异黑刀削去好几十片。 心里早已叫苦连连。 哪里是对方一点皮肉伤能抵得上的。 驼龙眼中蹦发凶煞。 再度发力。 要趁此机会一次性搅碎青年的整体手臂。 就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沈夷张开手掌。 五指紧紧攥住了自己的尾巴。 你一介武夫。 敢于我决裂。 驼龙察觉到了对方的意图。 极觉得好笑。 又有重被挑衅的恼怒。 舞者要是能靠肉身与天生地长的妖魔硬碰硬。 也就无需再去琢磨什么武学技巧了。 这念头还未消退。 下一刻。 他视野中的一切忽然来了个倒转。 沈一攥着那条鳄鱼尾巴。 竟是直接将其抡至半空。 毫无阻碍地摔砸出去。 碰。 驼龙翻滚出。 粗糙的手爪如耙子般 陷进石地。 甩了甩扁平的脑袋。 两只突然有些发猛。 随即像是反应过来什么。 昂起头颅。 满脸激动。 本以为对方是无意炼化了一丝胶丹中的血脉。 莫诚想。 呵。 竟然。 竟然吸收得如此完美。 吼。 他双眸心红。 俯身发出咆哮。 如此兴奋的锐利刺耳之音。 也是吸引了另一侧人的注目。 就在沈一动手的沙那。 二十几个金雕校为反应迅速地抛出了手中锁链。 将怒剑长老困在其中。 所谓阵魔大阵。 并不是纯粹的武学。 除了手法以外。 主要在锁链的材质上。 能极大效用地阻碍气息的调动。 前提是。 能锁上。 本应由赵康林所战的阵眼。 此刻换成了红类。 配合极未生疏。 说是各自未战也不未过。 外营校尉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 原本就不适应连手绞杀。 更何况都是从不同偏将手下临时抽掉来的。 才刚刚磨合积天。 连身旁同僚擅长什么都不太清楚。 这重情况下。 一群出镜武夫根本凑不进去。 甚至还有帮倒忙的风险。 诸多因素之下。 长老手持五尺长剑。 犹如虎入羊群。 所幸红雷底子扎实。 虽不懂如何配合阵魔大阵。 至少知道这老头忌惮那些锁链。 借着这点优势。 短时间内还能勉强招架。 对方明显是用了秘术强撑。 燃烧生机。 短暂地重回巅峰。 甚至连那秘术都没能完全达成。 浑身气势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削弱。 只要能再拖三炷香时间。 无需自己动手。 对方也就死了。 就是不知道在这三炷香内。 到底还要死几个人。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身后那头玉叶镜圆满的妖魔。 沈怡即便再强。 又能挡她及时。 引发老人随意挥剑。 一道道魂后剑刚挥洒。 红磊倒是能避开。 可手指锁链的金雕校位却是避无可避。 她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大阵被这般轻易破去。 只能咬牙硬接。 数不清的脆毒暗器飞溅射来。 长老全然不躲。 任由那些东西扎进皮肤。 然后顺手拍掉。 致命的毒素对于一个将死之人而言。 可以说是毫无震慑里可言。 甚至不如驼龙的一声咆哮更能引起她的注意。 长老回身看去。 只见那妖魔浑身阑珊碎裂。 明显是被打得激起了凶性。 奔塌之间。 连大地都在微微发颤。 在其对面。 沈依却是缓缓收起了一刀。 嗯。 长老浑浊的眼眸中涌现疑惑。 在她看来。 这青年气息悠长。 远远未到历劫之时。 为何收刀不用? 紧跟着。 沈依便用行动回应了她的不解。 随着手掌倾抬。 寂静夜色里。 忽然泛起了点点诡异的星红。 煞气弥漫。 仿似将此地硬找成了一方炼狱。 长老握紧了手中长剑。 古锦吴波的心绪终于有所动摇。 她曾见过相似的场景。 那是青州总兵年轻时贯用的手段。 被换作四合真刚。 在整个青州杀出了弱大生命。 五象绝技。 号称掌握其中之一便能横压同静。 可即便是那时的总兵。 刚气也不如眼前的秘籍。 没有这刺骨的凶杀。 更没有这辛红的妖邪感。 她很难想象。 若是自己身处这漫天血煞刚雨之下。 会是怎样的感觉? 哦! 刚雨倾洒。 每一道都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陀龙身上。 来自杨春江的千年大妖。 此刻竟是被砸得连连后退。 身上妖艳的火苗四亿灼烧灼她最珍视的宝甲。 几乎瞬间就将其淹没。 场间之剩下令人心底发颤的哀嚎。 就在这时,那锤手力的青年忽然朝此处看来。 然后再次抬起手掌。 怒见长老抬头看向自己头顶出现的点点心红。 叙事待发。 他浑浊双眼,愈发暗淡。 手掌脱力。 五尺肠渐顺势出地。 发出。 当。 得一声脆响。 倒并非是畏惧。 知识一切都没了意义。 在这刚气之下。 自己积攒多日争取来的三炷香时间。 都略显得有些多余了。